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近這個木糖純心心糖 所以蠻厲害的 可是要注意的點是 它是一隻技術型餅乾 所以如果想要跑到867的話 是需要很高的技術 我自己跑的話 大概只有這個852這個 接近這個分數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可以跑這麼高分 有點奇怪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先玩聖誕玩具店 然後因為排行榜上面沒有組合 所以我是自己搭配的 反正就帶兩個增加移動距離的寶物 就是引擎跟倉寶圖 反正配合地圖帶這個雪花冰熊 就OK了 然後巧克力棒的祝福能力 我是選障礙物破壞加分 然後服裝花式穿木場絕度裝 就是特技動作分數加2萬2這一件 二棒沒確果的話 我是選所有熊熊果凍加分 然後服裝花式穿紫妝 風雅出身裝 就是差點果凍加1600分這一件 那其他的話就邊跑邊講吧 先來玩這個聖誕玩具店 我可以跑873 第一張圖的話我覺得算是比較簡單的 反正就是注意把那個冰塊熊吃乾淨就好 因為不需要搭配鬆軟毛線球去發動技能 所以真的是簡單蠻多的 這樣這邊就可以發動兩次 這樣就會把基本股東都變成冰塊熊 那其他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沒有到很熟的話 這樣這邊就會漏冰塊熊就可以發動技能 去利用它衝刺跟磁力去把那個冰塊熊吃乾淨這樣 對 然後這個地圖鍋一定要這樣搭配喔 我等一下第二張圖會配另一個配法 就是把二幫變成烤雞蛋餅乾 可是這樣就一定要帶上它的加分寶物 就是剛剛說的雙軟毛線球 那個分數真的是蠻多的 剛剛如果這邊有發動的話 應該可以吃更多冰塊熊 然後這邊的話 它這隻的餅乾機制就是 欸 沒有吃到叢刺 反正它吃到叢刺道具就是 在叢刺狀態下 如果你發動技能的話 就是會有兩種叢刺效果 疊在一起的時候就會 較遠 所以像這邊吃到叢刺道具 最後我就會這樣叢刺 然後這邊又吃到 寶箱給的叢刺道具 我就會再叢兩次 這樣距離 嗯 距離就會變很遠 它這個機制應該是跟 嗯 火精靈是一樣的 如果你有玩火精靈餅乾的話 你就會發現 就是它醜物在發動叢刺效果的時候 我們去發動火精靈的能力 就是叢刺 就會 飛比較快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隻巧克力棒的技能時間點就是 一 你會肉補動的時候 二 就是 嗯 像這個 熊熊派對道具的時候 就可以發動 去延長它發動的距離 那 這次技能 應該說 等一下體力快美的時候 要把技能 發動完 這樣子可以吃到 最後一瓶大布 欸 哇 飛太高 燒好多 熊熊果凍的繁殊 真是的 像剛剛衝刺如果 還有技能 哇 又燒彩帶球 哇 這個也吃不到 閃了 對那個地圖沒有到很熟 應該說它衝刺速度不太快 所以 我來不及看 所以等一下分數 一定還可以再更高分喔 因為我少了兩顆彩帶球馬 跟 蠻多熊熊果凍的分數 那 二棒的話 就 就盡量不要弱果凍就好 呵呵 一定要帶上引擎跟 藏寶圖的話 還可以把 四瓶大補都吃掉 然後 都有吃掉的話 才會帶這個 嗯 沒血果當二棒 不然 二棒應該是選 烤雞蛋 或者是 龍蝦餅乾 之類的 就不會選 這隻 對 看可不可以超過剛剛的分數 我上一場 也是有蠻多東西的 主播拋 871 最後 技能結束前 跳兩下 結束後再跳兩下 欸有欸 873.4 好 那就跑這個分數吧 之後 B減 就是 沒辦法上排行榜 其實分數一定可以更高啦 就是把鼓動吃更乾淨啊 像中間有露一些熊熊鼓動跟彩帶球對不對 那些都是分數 那再來是幸福的派對世界 這張圖一樣沒有組合 所以我就自己搭配了一下 然後換個組隊的思路 就是改成帶他的加分寶物 雙軟毛線球 然後跟配上流星糖寶物 這兩個的話都是 跟距離有關係的寶物 然後指南針的話 是因為地圖上有很多彩雄 然後他能力裡面有寫說 裝備這個寶物的時候就會讓 餅乾的磁力變得超強磁力 就可以吸到彩雄了 那二棒的話是 被我放棄掉的烤雞蛋餅蛋 祝福的地圖日選 所有果凍加分 那其他一樣 就進去遊戲裡面再說 那就來玩這個幸福派對世界 第二張圖幸福派對世界就開始變比較難 因為你要注意第二個寶物就是 鬆軟毛線球 他只要像這樣 時間一到 然後左邊有出現他的畫面之後 你就馬上快速衝刺兩次 這樣他就算是編織完成這樣子 就會給你 我記得是350萬 沒有那個鍍金的分數的話 這樣就可以 加速他發動的時間 然後 就是 盡快的進入冷卻時間的話 就可以多發動幾次 你看這樣很快就可以編織完成 可是 這樣就會 蠻麻煩的 然後注意的東西很多 因為他技能還有今天破壞效果對不對 對 破壞障礙物有5萬分 所以 然後破壞障礙物 然後還要編織這個毛線球 還要吃地圖的果凍 然後有從事道具的時候還要發動兩次 就是 要注意的東西很多 然後技能次數 盡量不要浪費掉啦 不然 有時候就 發動毛線球的時候 沒有兩次就會比較尷尬 然後這種彈簧 你只要踩到的那瞬間也算是一次跳躍 然後剛剛那個巨大化道具可以這樣延後的話 就會把滾動吃比較乾淨 然後這邊的話我會在 這個位置重刺 剛好可以利用磁地把那個 天堂道具吸過來 這是一個不錯的位置 為了跑這組真的是 練習蠻久的耶 天啊 這隻這種 反正這種技術餅乾我都沒有很喜歡啦 就 很麻煩 不像其他那種無腦餅乾就 順順就可以 跑很高分 對 我就是在說 木糖純心 心糖餅乾 像這邊有充斥道具的時候 如果 剛有留技能的話 我就可以跑更遠 可是就 留不了 那那個毛線球一出來的那瞬間 你不要馬上就衝刺 我記得 應該說 我看他這樣好像不會馬上編織 你要等他完全跑出來的時候再衝刺 這邊一定要發動三次才可以吃到寵物的 藥水 這邊的話我會 一樣搭配 可以 毛線球去發動 第二階段的衝刺 這樣就可以加出他的冷卻時間 計算 然後這邊還可以搭配這個 地圖的衝刺 超讚 然後這邊也是快點 先留到第二階段這邊 然後 對毛線球 就馬上發動 對 啊 有點手忙腳亂喔 這邊也是快點發動 那下一次技能就要留到 危機了 所以就不用趕了 這個毛線球我就沒辦法關他了 因為留鎖血會比較好 這邊要留著喔 這邊要留著喔 留到沒有數字的時候 然後吃到寵物補血 然後最後一滴血的時候再發動 就會鎖血 然後最後 結束前跳兩下 欸沒有跳兩下 好 這樣子就有821.9 接近822 啊 這有C級是不是 有點慘 一樣 麻煩上排行榜 可以跑大概822 822就有接近第15名的感覺 對 不過拿來比賽的話還是會輸掉 所以 還是沒有到很推薦 那最後一張圖就是 藥果春街市 它跑867喔 我應該是 沒辦法跑那麼高 然後這邊還有第二個組合可以用 可是分數就直接變成852.9 這張圖真的是比較適合新餅乾啦 因為它只要帶一個引擎 就可以把所有的藥水都吃掉 然後搭配這個 二棒沒血果剛好可以危機 甚至還有多一點的體力 然後剛剛沒有說 它的這個 最佳組合是 會讓毛線球分數加30萬分 所以才會帶這個 雙軟毛線球 然後地圖上有很多 黃色熊熊派對道具 所以會帶這個 4到100個黃色熊熊股東 就會產生能力的寶物 那祝福能力的話 就會換成黃色熊熊股東加分 OK 那其他一樣就進去遊戲裡面再講 那就來玩看看吧 終於來到第三張圖了 一樣它的技能 嗯就是 搭配那個雙軟毛線球去 發動能力會比較好 不過這關還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 黃色熊熊派對道具 因為我們有帶那個 這叫什麼 黃色熊熊寶石戒指是不是 反正它就是吃到100個 黃色熊熊會發動能力的寶物對不對 所以就是 盡量多吃一點 黃色熊熊股東比較好 然後這關的技能很吃緊所以 盡量不要亂發動 像這個吃到蟲子的時候就可以發動兩次 就可以跑比較遠 哇 沒有吸到 剛剛那邊如果有吸到的話 就可以早點上天堂 那等於說我們就可以跑比較遠的意思 這張圖應該是新地圖吧 之前 出 藥谷村的時候我記得我沒有玩到這張圖 所以是新地圖 像這邊吃不乾淨的話就發動一下能力沒關係 毛線球一出馬上放兩次 毛線球一出馬上放兩次 就可以馬上編織完成 哇它都已經這麼適合這個寶物了 結果分數 還沒辦法上榜 有點意外 喔沒有啦這張圖可以上榜 其實我不會玩 所以沒辦法上榜 然後它技能好像都是 跳躍一次然後 再按滑行對不對 它其實可以按兩下滑行 可是就比較少用不到 哇 既然跑上來了 那這邊 就會有點尷尬喔 飛太高 這樣太危險 飛太遠 這邊沒辦法留技能我是覺得有點可惜啦 因為它等一下後面有一區 有蠻多 黃色熊熊的 應該是有什麼方法可以 留技能是 我在那邊亂發動吧 呵呵 那你看這邊就剩下一次 那這邊其實是蠻多 熊熊古洞可以吸的 是我的跑法不好啦 我剛剛前面應該要留著 對 然後這邊快速發動三次之後 就可以倒下了 倒下前記得 不要撞到欸 那個盾牌會消失 沒確果這個 空的節拍按到 miss也不會扣分喔 所以 如果你還要吃 地圖上的 彩帶球啊 或是彩雄的話 就按到沒關係 每一下都給它按下去 就不會失誤了 我 不太喜歡 這張地圖 它後面這邊有 那種 會 掉坑的 地板 喔這邊都很恐怖欸 我有時候真的會直接掉坑 都已經跑這邊才掉坑 真的會氣死 哇 沒有吃到彩帶球 不錯 好像借了一個彩帶球的隻 100多萬分喔 這邊會吃到藥水 你看我分數才降 之後結束前跳兩下 結束後再跳兩下 OK 848 終於比較高 可是人家排行榜跑那麼高欸 真的很奇怪 可是這樣有S加所以 還是可以練啊 雖然有些點位不太好啦 就是有些黃熊有漏掉 阿如果都有吃到的話 說不定就可以更接近這個 排行榜的分數 阿跑867欸 真的是 直接差快兩千萬 不知道是在幹嘛 有點奇怪 不然就是沒結果 可能會掉一坑之類的嘛 有點難研究 好那結論就是 我沒有到很推薦 大家去練這個巧克力棒餅乾 因為它是一個很需要技術的餅乾 然後你就算有了技術 你的幸福派對事件跟這個 聖誕玩具店 也沒辦法上榜 就是 人家比賽的時候會輸掉 所以我沒有到很推薦去練它 或者如果你是高手玩家 可是你沒有這個 木糖純星星糖 或者是白糖天鵝的話 那你就可以練這個 巧克力棒 對 一分數可能可以867 就可以贏很多人這樣子 對 這就是結論 好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按讚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太明明了 很快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